居然砍到了第五百三十九集 砍杀了很久也没有砍杀完 低头看看自己双脚上已经拖着无数的断手 每走一步都非常的困难 趁着胳膊还没有爬过来 云野拿着刀子把自己腿上的断臂一一砍下来 其中一刀居然砍到了自己 非常的疼云野惊不住大叫起来 叫唤完才发现那些手臂长腿长脚的家伙 已经被自己吓跑了 这就得意了 拖着刀子走在坑挖不平的路上 这个该死的地方居然没有太阳 也没有月亮 整个天空就是晨曦里的一抹鱼杜白 你分不清是早晨还是黄昏 魏征坐在满是电视机的厅堂里 滔滔不绝的向云野介绍着各种电视机的忧劣 不但他自己说 电视里的那一张毛茸茸的大嘴也在喋喋不休的说着废话 捂着耳朵都能听见 给了银币不要 金币也不要 红通通的百元大钞还是不要 云野愤怒的大叫 哎你他娘的到底要什么呀 世界一下子就安静了 云野认为自己的声音好像对付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很有效 所以啊 他就决定唱歌 好多的歌曲他已经记不起来了 于是他就从小蜜蜂开始唱 一直唱到我是一只小小鸟 唱到这首歌的时候发现很有感觉 撕心裂肺的那种舒爽感觉 让人全身心透的畅快啊 很可惜只记得四句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想要飞呀飞 却怎么厌也飞不高 我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很高 唱歌累了 这才想起来自己这是在发梦啊 不行啊 这得回去啊 昏睡以前记得自己好像在发烧来着 看样子病得不轻 这片地方算不得很大 可是走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出口 妈的这是什么地方啊 该死的给个方向也好啊 实在是没力气走了 腿软的厉害 要是旺财在这里就好了 这个懒东西一定能把自己拖出去 都说站马自己能找到回家的路 可惜啊 旺财不在 这是梦言 云也清楚自己被困在梦里了 该死的这都没用处 这已经变成了一根木棍了 和自己出道大堂 在拢幼荒原上流浪时 手里抓的那根木棍很像 叹了口气 只好抱着木棍坐在砂石上休息一会儿 天上下雨了 把脸焦得湿漉漉的 但是衣服没事 最重要的呢 还有一股子 臭酒的味道 妈的这是旺财的口水啊 云也领教这味道 这不是一次两次了 喝了丑酒从来都不知道宿口 那股子桂花味道让人作呕 滚开 旺财 把你的臭嘴拿开 云也一下子睁开眼睛 眼睛很模糊 眨了好几下视线 才逐渐的清晰 果然呢 旺财的那张长脸 就出现在面前 见到云也在看他 就高兴的叫了一嗓子 喷了云也一头一脸的口水 耳朵似乎也逐渐恢复了作用 云也听见星月 发出了那一声撕心裂肺的叫声 听得出来 狂喜在一瞬间 就溢满了星月的胸怀 因为声音很大 孙思苗走了进来 再次抓起云也的胳膊 感觉了一阵子脉搏 笑着放了下来 满是褶皱的老脸 充满了欣慰 老家伙已经有很长时间 没笑过了 城前的脸 李泰的猪头 老城的胡子拉叉的脸 老牛带着红眼球的脸 一一从上方划过 老秦泄气一般的 坐在椅子上说 老天保佑 总算是活过来了 瞅着屋子里的人 云也忽然对星月说 祖师来了 星月一把拽过铃铛 按在云也身边 吩咐道 好好地看着夫君 自己拖着头发乱蓬蓬的那日木出了门 对屋子里的长辈来不及告礼 扯着嗓子就开始大声呼唤老前老赵 天还没亮 晨曦的天边果然出现了一颗明亮的星星 这颗星星和别的星星有很大的不同 别的星星都是一个亮点 只有它是一个椭圆 好像突然间跳入了人们的眼帘 星月激动的不能自已 老祖师说来就来 半点都不耽搁呀 别人家也借祖 可是有谁家祖宗就这样明晃晃的挂在天上啊 老前老赵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 头杵在地上抬都不敢抬 其余的仆仪也是如此 顾不得那些贡品散乱的跪了一地 老奶奶算是有胆气的 扔下拐杖 恭恭敬敬的施了一个大礼说 恭迎老祖师 晚辈已然备好贡酒 请祖师享晚辈争藏 老前老赵这才费力的 把供桌摆好 那些仆役这才把猪羊 还有一条巨大的红鲤鱼 摆上了第一供桌 云家是猴 还不能摆牛头 那是皇家的权利 第二只桌子上 就是整只的鸡鸭鹅 都是半生不熟的 什么调料都不放 放到龙层里蒸一下就好了 这就是所谓的四牢 第三桌就摆满了各种果品 只要是长安能够搜寻到的果子 这里都有 不懂事的云寿 云木伸着手 要上面红红的桃子 被纳尔木紧紧的抱在怀里 不敢放出去 老祖师就在天上看着 听说76年才来一次呢 可不敢放肆 最长的一张桌案上 更是摆满了各色点心 云叶师父 逍遥子的画像就挂在左侧 画像里先锋倒鼓的那个人 笑眯眯的瞅着水落分尘的祭品 好像也在欢喜 巨大的香炉是云家特意铸造的 星月给大香炉里倒满了珍珠米 三只而必粗的大香 插在里面 气氛非常的庄严 李承前作为身份最尊贵者 上前给香炉里添了三只短香 李太也是如此 后面的李孝公 老秦 老成 老牛 玉池公等人也添了香火 就一一告辞 剩下的都是云家的家宴 他们不适合留在这里 袁天刚早早就来了 坚持着不走 看到天边的大星 整只手都要塞进嘴里去了 这是什么本事啊 扫把星 真的是云叶一脉的祖师所画 子孙后辈心生感应 才提前的知晓祖先的到来 这他妈的不可能啊 这个世界上最不信奉神灵存在的 恰恰就是这些道士 因为自己号称是 离神灵最近的人 所以才知晓 这神灵的神通啊 都是从哪里来的 如今看到天边黄黄大星 这一瞬间 颠覆了云天刚对神灵的认知 这个世界真的有神灵啊 云叶浑身裹着皮球 包得像一只皮球 坐在软兜里边 被蒲翼抬了出来 他身后跟着石石 小五 敌人节 云兽 还有云木 两个奶娃子也被战战兢兢的星月和铃铛抱着 乖乖的跟在最后 今日是夫君的师门盛宴 他们两个如果不是抱着孩子 也没有资格参加 上了一炷香 云叶就被婆姨 抬到萧妖子的下手 这孩子们也上香了 就吩咐他们和自己一起坐到供桌前面 这没有别的原因 唯一的原因就是云叶这会儿感觉很饿 见到云兽云木看着盘子里的桃子口水滴答着 云叶就从盘子里拿出桃子 给云兽云木一人一颗 又拿了橘子 蜜瓜 香梨 分给了石石 小五和敌人节 两个刚刚长出芽来的小人 一人给了一块蛋糕 让星月和灵道 一点点的喂孩子 谁家的祖宗 贡品还没有祭祀完呢 就开始吃了 云叶不管 他对太阳月亮星辰这些亘古不变的东西 从来都充满了好感 因为只有这些不变的衡量 才能知道云叶来自过去 星月眼看着云叶倒了一大杯酒 敬了祖师和恩师 然后就一点点的喝了下去 心中大急 才醒过来的人就喝酒 看着丈夫焦黄的面容 不知道说什么好 小五 吃吧 都是这家人 你平日里的胆子最大 怎么今天这眼睛肿得像桃子 哼哼 想要桃子那可不成啊 你师弟师妹年纪小 你让让他们 云叶开着小五的玩笑 小五猛的跑过来 跪在云叶膝下 抱着他的双腿嚎啕大咕 他从前天就回家了 本来要和师父说话的 结果师父很疲惫休息了 就没敢打扰 不想啊 师父这一觉 这睡得差点没命 以前师父在 他感受不到恐惧 总觉得这个男人强大的可以和天地对抗 现在发现了 师父也有软弱的时候 孙先生一句 忧思过度 小五就明白一切了 强大如山的师父 也有虚弱不堪的时候 他只恨自己没本事 帮助不了 这个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的人 在五家卧窜的环境里 他总是幻想着有一个和蔼的父亲 和善的兄长 自己可以尽情的享受来自亲情的宠爱 师父的出现满足了他所有的幻想 如今 自己差一点就要失去这样的人 听到师父和自己说话 就再也抑制不住 趴在师父膝盖上大哭起来 乖乖乖孩子 乖孩子 不要怕 小五是最勇敢 什么都不怕 云叶府摸着小五的头发 小声的劝慰 时是帮着师父 把滑下来的皮球拉了上去 也趴在师父背上痛哭 敌人节仰面朝天 看着彗星一言不发 他第一次生出了 要把自己的命运 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强大愿望 一场好好的祭祀 变成了痛哭流涕的盛宴 云叶把那些哭泣的全撵走了 让他们去收拾庄荣 主师爷在这里 总是好哭 这算什么事 就剩下自己和敌人节 还有个没心没肺的云兽 云木 敌人节不哭 是因为时事和小五哭了 他认为三个人里面 总是需要一个理智的 尽管他也很想哭 还是忍住了 云兽云木不哭 是因为云叶从来都不允许他们随意的哭泣 笑着多好啊 总是哭泣 那是很没有志气的表现 师父 您总说白玉京 现在还说咱们是白玉京一脉 还把天上的扫把星弄出来 当祖师爷 是因为咱家的外部环境很恶劣 没错呀 你师父我现在呀 就是一个破骨 已经到了万人垂的地步了 皇家虽然相信为师 但是我毕竟不姓李 大臣们认为我已经是皇家团队里的重要人物 和他们站在了对立面 所以想要把你师父这枚钉子拔掉 我在越州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了 那些宁愿破财 也希望我完蛋的人里面 有些还是我昔日的好友 受到云家恩惠的也不少 他们为什么做出这样背心弃义的事情呢 要知道 这样的做法可不是一个有担当的家族该做的事情啊 能让他们背心弃义背地里给我一刀的原因 那就是我伤害了他们所有人的根本利益 小姐 你记住了 以后千万不要做少数派 你师父过不了恩义这一关 所以这些罪都是自找的 你想完成你的梦想 就不要和所有人作对 干这种事的人呢 一般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汉文帝算是一代明君吧 姚错也算是一位聪明绝顶对皇帝忠心耿耿的人物吧 可是在大部分人打着清君策诸姚错的旗帜的时候 姚错的下场不用为师给你说了吧 敌人节点点头说 是啊 利益才是第一位的 一个人在大事面前总是渺小的 师父 您打算怎么干呢 我是您的弟子 您过不了情义这一关 弟子一样过不了 那怎么办呢 谣错 咱是不做的 您不会是那种到死都不后悔的人 弟子也不是 您说说咱们爷俩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啊 他们已经把柴堆架好了 就等点火了 云野哈哈大笑着 揉着敌人节的脑袋说 咱们的教条就是保命第一 引进就路这种蠢猪物才能干出来的事情啊 咱们不干 遇到打不过的时候 最好的办法就是脚底板抹油 开溜 嘿嘿 不过在走之前 不给他们留下点念想 实在是不合适 你师父这回差点陷在梦魇里脱不得身 要不是忘财 说不定就回不来了 这口恶气 不出怎么行 敌人节黑黑笑着说 早就听说 您有几位非常了不起的朋友 咱们呢 正好去拜访一下 弟子就当是游学了 三五年之后再回来也好 那个时候 所有人也该把我们都忘记了吧 三五年 也好 咱们全家出行 长安的家业 就留给老钱照看就好 我们好好的过几年舒服日子 老奶奶也带走 那不知道 云界忽然全部消失 那些人怎么看呢 到时候 他们的表情一定非常的好玩 是啊 我不玩了还不成吗 我去满天下闲逛 找找神仙不成吗 师父我呀 早就想这么干了 整天累死累活的 不讨好 何苦来宅呀 云寿云木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 但是听到出去玩 也拍着小手大声的叫好 躲在门后面 偷偷往过看的星月 见他们四个说话 说得高兴 自己的心情 也在一瞬间变得好了起来 云叶把手里的酒一口喝干 看着逐渐被阳光吞没的彗星说 老祖师啊 谢谢你 给了我一个脱身的好机会 云家的大祭祀引起全昌安的关注 现在人们只要一抬头 看见天边那颗带着尾巴的大星星 就会和云家的祭祀联系在一起 就算是有人说这颗星星不吉利 也很快的被其他人的唾沫所淹没 祖宗没得选 是个人都知道这个道理 这颗星星就算是倒霉了一点 那也是人家的祖宗啊 虎毒害不食子呢 你家祖宗是羊不害人 所以呢就需要恭敬 人家祖宗是老虎啊 喜欢吃人 难道虎娃子就不能祭拜祖宗了 长安城最名声狼藉的恶棍 在临行前呢 想要拜祭祖宗 官家都会同意 给些乡主纸钱 在空地上烧了 给祖宗们静点小心 然后被刽子手一刀 把脑袋剁下来当球踢 这是两回事 随便拿人家祖宗说事 悲人哉 妇如们很想拿这颗星星 恶心一下皇后 现在不能说了 一旦说了 那就是云家的死敌 天意对皇家很有效 但是对一位国侯基本无效 你说这颗星星 主后宫祸乱 云叶能当着文武百官的面 撕在你的嘴 说云家祖师是女子 这是非常恶毒的诅咒 顺理成章的事情 现在忽然有了阻碍 就像溪流中间 忽然出现了一块大石头 水流不畅 感到别扭的人 就想把这块石头搬走 认为云家供奉邪星 人也是邪恶的 有背于伦理刚常 国家需要出手整治 一旦这颗星星祸害人间 到时候就晚了 这是令胡德芬说的话 并且通过一些不为人知的渠道 传到了云叶的耳朵里 正在家中祭祖师兼养病的云叶 立刻就上了一道奏折 李二看都没看 就让秘书奸臣当场念了出来 他很想知道云叶怎么解释